我不相信 因為之前往從不是 55歲說 腦男蟲一晚遇八女 我真的不相信 他其實應該這麼正確講 因為老師講 依我這種年紀也都只能六次 他不是真正在 他有病 那我剛才不好意思講 你把這段唸一下好了 這一段OK 力不從心的時候他 他不是每一個都是一定要 一定要肌膚相處 因為他如果他力不從心的時候 他就改用按摩棒 對 跳槽 跳槽 我一直很想跳槽 美燕姐比較喜歡跳槽 因為 原來 像不像 有魚子的跳紙 哪一種型 遠遠的槍開 美燕姐開發出新玩具 美燕姐開發出新玩具 我是有一種以為是新的新劇 他不需要 為什麼他跳得還不錯 他們提的只是兩種而已 其實還有所謂的冰塊 水果 各式水果 還有花束 花束不是花 可是我聽到一個說法 我朋友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30到40的女人 那本來幸運就是一個 比較成熟 就是30如狼40如虎 所以我們 其實有在討論誰騙誰 也許這些女生也是 你在享受 我不能說享受 是也有這樣子的 就是他們有需求 所以就是 所以我認為那個所謂的騙 不見得完全是被蒙蔽 我認為 我一直覺得說 他們自己也有需求 所以到那邊去就OK 反正就是 就掉進去 而且約著去飯店 不是公眾廠 還想要再談到 對不對 美鳥醫師 不好意思 這個要從心理醫生的層面 我還是覺得這個很奇怪 就是說一個女生 去到那個男生 她一開始是 她不是安格爾 她是安華 年紀那麼大 再來只穿內褲 再來說 如果她沒有辦法 她用水果 用花束 這樣你也接受 然後還要幫她按摩那個 社護腺癌 是不是 我有點 不是我同情 對不起 我同意那個聖美講的 就是因為網蟲 他們都用養套殺 所以她已經養了一陣子了 那中間你要用套跟殺的時候 這個部分 那些女生已經進入那個光 她給你報的名牌 都由於 她前面已經計畫 她住在總統套房 一億八千萬那個余姓富人 還有一億六千萬那個 她剛進場就賺一千萬 都談到了 而且聽說這個安華爸爸 常常把一張四億的支票 就獻給他們看 就有故意讓他們有意無意 看到那張四億的支票 最主要就是說 她身上帶著兩張 一張是四億 一張是六億的支票 後面那是偽造的 但問題是我們一般人不見得說 能夠看出偽造的東西 她常常會譬如說 我跟美人姐 美人姐是我的對象 我聊完之後 不好意思我去接個電話 我去上個廁所 支票就放在桌子上 或是皮夾裡面 露出來這樣子 有 她還說 哇 她是跳蛋啊 跳蚤 你給我看一個鈴好不好 你給我看一個鈴 他真的有拿給人家看齊名 沒錯 個十百千萬 億耶 億啊 對啊 你看又有錢 然後又住在總統套房 而且他也有需求 那女的一想 反正我大概也沒有什麼損失 對不對 所以以後還會那個 玩股票的人 其實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嘗試 因為支票面額再大 是沒有用的 第一個現在沒有票據法 第二個事情是 那是假的 因為你撞進去 如果跳票你裡面沒錢 也是沒錢啊 所以我要填40億也OK啊 難道這個都不知道嗎 沒有 宏毅大哥你知道 但如果是我 我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我跟你說你們不要 覺得好像高知識分子 什麼都知道 所以你用的是跳蚤 不是 跳蚤 跳蚤 我也不好意思 為什麼說什麼是跳蚤 對啊 知識貧乏 實際專業越貧乏 不要以為我什麼都知道 我可能我什麼都不知道 會不會 問一下蕭醫師 等一下好沒有 我先休息進房間 所以你進去碰到一個男人 穿50幾歲 穿內褲 你也沒有戒心 這不是我的思考方面 我會覺得 要跟一個億萬公上床 我想問一下蕭醫師 就是說人要上當 坦白講也要自己有一些 打開自己的一個防線 你有那種意願 打開你的防線 人家才能夠騙得到 所以也就是說 這位這個許姓什麼蟲 許南朝蟲 王蟲 那麼她是掌握了一些 什麼人性上的一種 侵略的技巧 讓這些女人上當 其實第一是 我會覺得她養了很久 培養了很久 有計畫性的 再過來的話就是說 她的一個狀況就是 有人會提到一個性上癮症 那其實這個在美國 還有一個團體 就是說他們可以去 互相討論這個 我有Sales Addition 它是一個算是疾病 那這個個案 許先生有沒有 我不知道 可是就是說她對於性的需求 是比一般人來的大 那可是三四十歲的女性 也有這樣子的一些狀況 所以會不會他們可能有 我不知道 你是說 許先生的性的需求是大的 但是女生其實性的需求 也是大的 剛好兩個碰在一起 有可能 那另外就是我們提到的一個 性上癮症 她本身就對於性 不是有太多的篩檢 就是一派集合這樣子 那我想問的是說 這些女生是不是剛好 自己也投射了一些角色 然後遇到這樣的人 又很符合 否則我們的理性就是說 這個男生長那麼帥 他還要靠網路交友嗎 其實他去的都是一個 比較特別的 像什麼 其實我很多朋友 有提到這個愛情公寓 什麼什麼那種特別的網站 因為很多現代人 很多男生找不到 就說難道我要娶外籍的嗎 很多女性的就找國外的 常會這個樣子 所以他們常有什麼 Love Match那種網站 其實我有一些朋友 也是都去那個網站上去找 可是第一的話 他們會停看廳 第一是你沒有視訊 這個是很奇怪 很多人在MSN有人要加入聊 他就聊了這個樣子 所以要看這個人本身 他自己的衝動控制行為 是不是很好 不過四美女生 女生的心情 因為其實這個安華 他用他兒子安格爾 寫了情書給這些女生 他情書是寫 給我最愛的甜心寶貝 每個都叫甜心寶貝 這樣不會錯 吳依大哥你那個念的時候 要充滿了感情 不要解拔 真愛無價 真情無悔 一生一世 永遠愛你的安格爾 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你光跟他 就在網路上寫幾封信 你就會愛著那個樣子 我覺得好訓 情書也訓 然後這個方式也很訓 不會 你都沒有看到他 可是我提出他那個觀點 就是說 我想講這個軟性的分析師 因為剛剛我們在討論說 這人如此之精 因為會做分析師的人 那個眼光簡直是犀利的 跟那個 財狼捕包差不多 對不對 照理說 什麼人是個壞人 因為我有很多這樣的朋友 比如說公關啊 或什麼的 他們都是 有的時候他會說不要騙我錢 他們都很怕了 怕這些騙子 可是為什麼他栽進去 我覺得我可以想像他心態就是 聰明反被聰明誤 他覺得你們這些都是騙子 你八成這個騙子 記者這麼會講話 精神科醫生 不要 或是我不要 可是很奇怪 他最後栽在一個 最不可能騙他的人 就騙他了 因為他會覺得這個人 不可能 他不設防 對不對 對 每人剛剛講的 他開了一個口 那個缺口 可是這個口是你們這些人 可能進不去 因為我對你們都已經賭注了 你不可能 你也不可能 天天這個人 他穿進去 而且一穿進去 就潰堤了 所以我會覺得 天啊 你這麼精明的人 你怎麼會摘在這樣一個男蟲身上 你會覺得不值得 真的一穿進去就潰堤了 而且 對啊 而且一開始我覺得這個就是他社群色調 其實我是不太懂這種所謂股市 投股這種東西 但問題是 如果我今天是個禮專 如果有一個 提著三千萬現金的人 要叫我幫他處理財務 我也是一頭鑽進去 第一個直覺就會說 喔 堵了大咖 所以我相信這 對 所以我那個阮小姐一定也是 他一開始加入三百萬人 那個VIP 他可能就會想說 大咖的上門了嘛 所以當然是想盡辦法 能夠從他 能夠幫他操作 資金為主下手 但後面才知道被騙 但至少他還好 他有及早打住啊 如果他沒打住的話 他可能也完蛋 他也有精明的部分 其實我很佩服徐先生 我想實在 哪一點 哪一點 就安法老爸嗎 安法老爸 安格爾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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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實在話 他除了說 不誠實騙人之外 你看他花賤多少心思 所以他養的那個屋做得很好 他是有小聰明的 而且他大方 大方 大方啊 就是他做那個耳還蠻大方的 他住在總統套房 他有沒有投資 有 他自己住得很舒服 有 不是 有投資 有 我剛剛說要投資啦